欢迎讲方言跟这个方言跟这个这个重要性 那么这个我想呢这个题目呢 就我们目前的弟兄姊妹来讲 应该都是很熟悉的 可是呢这个题目可能我最近发觉呢 神教我看见的 最近上网看我们这个YouTube的这个弟兄姊妹呢 是我们现在聚会大概有十倍以上的人 所说的十倍 包括是六七倍 那都是提前人 所以说呢 今天我在祷告的时候呢 神就说我要你讲这个方言 我心里想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应该会方言 你懂得方言 怎么使用方法 但是圣灵呢就一直追逼我要讲这个题目 我想可能这个题目不仅是为我们刚刚进来的弟兄姊妹所预备 可能也是为很多在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所预备 好那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呢就把它转过去看一下 这个圣经上是怎么 怎么讲的这个方言 因为这个问题呢在很多教会里面都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方言是怎么样 因为有很多教会因为不了解方言的重要性 所以很多反对方言 那么圣经是怎么写的 那么除了我们个人的经验以外 那么圣经上写的才是一个最基本的重要 圣经的真理再加上一些个人的经验 我们不能用个人的经验代替真理 但是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圣经的真理来配合到我们的这个经历呢 可以做一些很多的见证 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经文是怎么说 看得到吗 经文有出来吗 有的牧师 OK好 那么哥林多前书上一个礼拜 我们讲的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 第一节 那么今天呢我要讲的是第几节呢 是讲的以第四节为主要 那么从第二节他是说什么 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 那是对神说 因为没有人听出来 然后在他心里里却是讲述各样的奥秘 讲述各样的奥秘 所以说讲方言呢是讲说很多的奥秘 那么在教会里面呢 这个翻方言的恩赐现在好像还没有那么普遍 但是说预言的恩赐好像比较多 那么为什么说方言的恩赐没有那么普遍呢 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缺乏在这方面的操练 那么二呢 如果说你能够懂方言的话 很多人的祷告用方言祷告的奥秘 你统统都知道 所以说呢我想呢这个是 好像这个翻方言的恩赐 好像似乎呢是更 好像不太容易的一种恩赐 当然经过操练也可以到达一个层次 那么所以说呢说方言乃是对神说 对神说 所以说呢我们对人讲话的时候不能说方言 是不是 我说这个方言不是各神的方言 乃是讲天上的言语这个方言 那么这个在英文里面讲是做做用舌头讲话 舌音 舌音就是speak in tongues 就是说你用你的舌头来讲话 那当然你说我们一般讲话是不是也用舌头 当然也有 但是也有口腔 也有嘴腔 但是说方言呢 很多时候是舌头在那里 而以为主 说出来一种是你不听听不懂的言语 但是他本来就不是给你听得懂的 那是对神两说 那么有一次呢我在这个工作的时候的时候 还没有全时服事 有一天下班的时候呢 因为公司那天有很多的事情发生 所以说呢下班的时候呢 这个一个头两个大 那么有很多事情呢 本来不是该我负责的呢 却都压到我的身上来 所以说心里面呢有一股啊 好像一股怒气 然后我上了车以后 我觉得这个也不晓得是谁做的这么差的工作 那么后面的都是我在那里去处理 这个而且人家都对我很多的不满 那当然他们也不管你是做什么的 他只要是归在你这个部门 他就是找一个窗口 我上了车的时候当时非常的愤怒 而且非常的这个不平 我想我现在不能开车 要开车可能会撞车 但是怎么样我想起来了 我说我要怎么祷告呢 又不知道从何开始 一天八个小时的上班呢 有很多的事情 你怎么样一一地诉说跟神听呢 后来呢 我觉得好像神就感动我 说你不会是说方言吗 那我就是开始讲方言 没有想到呢 五分钟到十分钟的时间呢 我这个人整个就心情豁然开朗 全唱了圣事哈利路亚 就开车回家 心中非常的喜乐 所以说呢 用方言祷告 我们很多时候是讲说很多的奥秘 就是说你怎么为这个人祷告 有很多说不出来的委屈 有很多说不出来的痛苦 那么有时候在方言的时候呢 圣灵就借着你的口 就向神说出来了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 我们碰到这个说方言的时候呢 我们在内在医治的 我们在先知启示的 我们在祷告求问的时候 很多时候不知道 该用什么话来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用方言来祷告 那么方言祷告的时候呢 好像就是将圣灵就借着我们的口 把我们所需要的事情就祷告给谁 虽然我们的头脑的悟性不了解 但是在方言祷告的理念的时候呢 这个灵里面就开始得了清神 灵里面就开始得了清神 所以说你看 他说乃是讲述各样的奥利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在使用 为人家祷告的时候呢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一开始就是方言祷告 祷告一段时间的时候呢 好像悟性的话语就开始出来了 就达到安慰造就劝勉 而这就是第三节 先知讲到是对人说 要造就安慰全民 所以我们在方言祷告的时候呢 一开始是用这个听不懂的言语来说 等于是到最后呢 圣灵就会把他悟性的言语就给我们 那怎么样呢 我们就可以对人说出 造就安慰和全民了 而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的祷告 而且祷告出来我们所领受的 其实也是自己在讲方言 也是在说翻方言 那么第四节 说方言是造就自己 做先知讲到的 是造就教会 所以说我们在讲方言的时候 在造就自己 那什么叫造就呢 就是build up 就是建立自己 怎么样建立自己呢 就像我刚刚主题 举了一个例子 当自己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呢 因为很多事情 不是自己做的 但是却要替别人来承担 而心里面很多的不满意 满脑子火 这个好像不顺 不服气 心中还有怒气 那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打勾 那么在这个时候 事情就提醒了什么 用方言祷告 所以祷告 方言只有五分钟到七分钟的时候呢 这个心情就豁然开朗 那么这就是其中被建立 那什么叫被建立 这个造就呢 英文是叫做edification edification的意思就是 把这个人build up 建立起来 build up somebody 把那个人建立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当我们的心情不好的时候 当我们心里面被压的时候 好像一个气球啊 或是一个篮球啊 它扁掉了 那么这个球打在地上的时候 它就躺不起来 因为里面没有气 好像这个人呢 在里面的这个气不足的时候 好像这里面受了委屈 受了压迫 受了压缩的时候 怎么样 好像里面被压起了以后 就没有力量 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样 你再讲方言的祷告 你的里面就重新被建造起来 所以这个方言祷告是非常好用的 我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发觉任何一个时候 任何一种方式 任何一种情形 是不能用方言祷告的 就是每一种情形里面 我们都可以用方言祷告 因为它所帮我们建立起来 所以说有的时候 在祷告的时候 想不出什么主意 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常常用方言祷告 我们在为一些事情祷告 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 我们至少都为这个事情 或是为这个人 或是为一个国家在那里祷告 祷告的时候 祷告一段时间 就常常开始有领受 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地区怎么样 这个国家怎么样 或是这件事情该怎么样 那么神就会开始 借着方言的这个祷告里面 就像我们的灵里面 我们的心思意里面 开始阐述 他的一个意念跟指示 所以说有时候 在方言祷告的时候 就与神就更加的交通 那么为什么有人说 那不能用悟性祷告呢 悟性祷告当然可以 但是悟性祷告是怎么样的 保罗说呢 他说我用悟性祷告 我也用灵 灵 灵 那么就是方言祷告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方言祷告是怎么样 是你在直接跟神在那里面 的连接 当我们在用悟性祷告的时候呢 除非你在这个方面 有很多的这个操练跟训练 是被圣灵带着你 用悟性的祷告 是有的 可以的 那么只要你在这个 灵里面的造就 是有这样子的情形 但是一般的悟性祷告 是凭着我们自己的逻辑 跟思维去祷告 那么在这种情形 祷告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 未必像 这个未必是神所要的祷告 尤其是在这个 碰到这个 这个总统选举的时候 在不管是在美国也好 在其他各个国家也好呢 一碰到这个选举 这个 这个是两 这个 这个两 两党啊 或者是几个党呢 就这个分别的 非常的清楚 那么这个党就祷告说 上帝你要垂听我的祷告 不要让对方的互相人上来 对方也是这样 祷告说上帝你要垂听我的祷告 不要让内阁党的这个候选人出来 所以说呢 这个在灵里面是什么 是彼此在射见 彼此在射见 那是不是出于神 要的这样祷告 未必 因为祷告是从我 这个主义开始 是从我的原则开始 是从我的地位开始 所以它本身就是有一个偏差 因为主说我的话 就是真理 神的话就是真理 那么既然神的话是真理 你我所做的决定 未必都符合真理的原则 那么甚至会造成彼此互相射见 而且彼此互相的指控控告 那么我在台湾的时候 就发觉有过这样子的问题 当在选举的时候 我就听到有不同的党派的人 就祷告说 那边是什么什么颜色的党 我们这边是什么什么颜色的党 绝对不能让他们当选 或者叫祷告 那么彼此之间呢 你看在基督里面就变成一个分裂的 虽然都是信耶稣 但是在地上有自己的一个主见 所以说呢 就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合一 那么基督的身体不是一个分裂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呢 应该是说神所拣血的那个人 是神所应这个喜悦的人 应该是这样祷告 而且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呢 神都知道该怎么做什么 所以说呢 这个方言祷告 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 在灵里面无谓的征战 跟这个对抗 有的时候呢 撒旦还没有攻击教会 结果教会自己里面 就已经打到万七八糟 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这个悟性的祷告 反而会造成这个问题 那我并不是说反对悟性祷告 我也有悟性祷告 但是我更多用方言祷告 因为我想怎么样 不是按照我的意思 来是按照主的意思 所以方言祷告是造就自己 那么先知讲道呢 这个第一节讲的是所预言的 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 是建立教会 所以你在这个讲道的时候 你不能用方言 因为你用方言的话 没有人听得懂 没有人听得懂 所以说呢 他说怎么样 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 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 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 使教会被造就 他说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 就比他强了 所以这里面是讲道 方言跟预言 跟这个先知讲道 一些不同的地方 好 那我们再望一下看 是怎么样子呢 他说呢 他说这个属灵的恩赐 是怎么样子呢 他说第十二节 他说你们也是如此 既是切勿 属灵的恩赐 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的 然后翻出来 好 记住这句话是什么呢 这是对教会所说的 对教会所说的 所以我们要求属灵的恩赐 要叫多求 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所以这个东西呢 所以说呢 为什么有的教会他们说 你们追求属灵的恩赐 那生命怎么办 其实呢 在第一节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他说你们要什么 追求爱 他也要切勿属灵的恩赐 所以我们对属灵的恩赐 是什么要切勿 这个英文是说 Eagerly Desire 非常非常的渴望 有这个属灵的恩赐 所以你们要追求生命 我在上一个礼拜讲的 就是追求那基督的生命 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那么但是同样也要求属灵的恩赐 这个恩赐是做什么呢 我上一个礼拜讲到 是一种工具 是一种工具 你有属灵的恩赐 你就有一个合适的工具 可以去帮助 怎么样 修理 整顿别人的人生 比如说内在意志释放 有时候在这个弟兄姊妹 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受伤害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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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羞耻了 被拒绝了 等等各式这样的 有时候 圣灵就会借了一句 什么样知识的原因 就把他的问题点出来 那么你讲出去的时候 就刚好打转了 对方的心思 他就会说你怎么知道 原来是神知道 你看这个人在这么多年前 受了一些伤害 世界上有八十亿的人口 神还记得这一个人 他自己的过去 所以说这就是 这个弟兄姊妹会得到很大的安慰 因为怎么样 我在天上的父亲 他知道我的苦楚 所以有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呢 就会使人得了很多的帮助 和安慰和造就 那么但是呢 这是一个个人对个人 但是在教会里面 就主日讲道的时候 你不能只说方言 因为没有人听得懂 没有人听得懂 所以说呢 在这里面所记带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他说呢 宁可这个十九节 在教会中 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的人话 强如说万句方言 所以说很多人就跟着这句话说 那我们在教会里面 就不要说方言了吗 因为怎么样 这个说方言什么样呢 什么样 要这个是造就自己 若是没有人翻出来的话 就不要说 那是对教会来讲 对教会来说 因为第十四节说 我若用方言祷告 是我的灵祷告 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 所以在方言祷告里面 你操练你的灵 就是你的灵人 那有的人说 没有这个字灵人 很简单 圣经里面也没有提过三位一体 这是神学里面提的三位一体 但是我们都知道 我们可以这么说 三位一体 真神 圣父圣子圣灵 那么这个灵人是怎么回事 我用这个名词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人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个肉身要埋在地 我们是出于土 也必归回于土 那回到天上 进了神的果是什么 是你的灵 就是你的灵人 是你的灵人是什么呀 不长到阴间的死位 所以说当我们在方言祷告的时候 我们这个灵人就得到操练 这个得到操练 你这个灵里面就越来越加的敏锐 对圣灵 当时有时候呢 对仇敌的工作也会越来越敏锐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祷告会 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姊妹 除了悟性祷告以外 是要常用方言祷告 是操练我们这个属灵的人 因为这个属灵的人 是怎么样 他不会毁掉 他会去一个地方 如果我们得救是进了神的果 如果说我们这个人没有得救 这个人的灵是到了这个地底下 到了阴间去 所以说呢 我们用方言祷告是什么 使我们的灵能够苏醒 使我们的灵能够警醒 所以说呢 这个很多时候 你看做内在意志时发 大部分都是姐妹们来做 为什么呢 姐妹的这个好像呢 对这个 好像这个感应力 好像比弟兄们要在这方面强 弟兄们做先知的比较多 那么当然姐妹也有 也是一样 那么 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所以说 鼓励我们在教会 还是用悟性的讲道 但是呢 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说呢 在最后一节 在第39节 他说 所以我弟兄们呢 你们要欠不作先知讲道 也不要禁止说方言 而是不要禁止说方言 那么这个到底 这个方言的情形是怎么样子呢 因为很多人呢 他说这个在怎么 这个在这个 这个第26节 弟兄们做怎么样呢 你们聚会的时候 个人有 或有诗歌 或有教训 或有启示 或有方言 或有翻出来的话 凡事都当造就人 那么这个是在这些聚会里面讲 有一次呢 那我在聚会的时候呢 有位先知就来到我们的聚会 那么他那时候 大概是多少年 我想大概有将近了 差不多快40年前 那么这个先知呢 他在有一个 敬拜在美一结束的时候 他就开始大声的讲方言 大声讲方言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 我们就知道 我当时就知道会有反义的 当时我是做这个 这个主席 做主席 我就在台上 我就看 我心里想 翻译试是哪一个 会翻出来的 然后过不多久呢 就看到有一个姐妹 突然就捂着嘴巴 就开始全身发抖 就开始哭起来 那么这个先知呢 就讲方言 那么一直讲 那么那个另外一个姐妹 就捂着嘴巴 一直在哭 我就知道呢 圣灵在感动 那个姐妹要说 要说出来 但是他拼命捂着嘴巴 捂着嘴巴 捂了多久 当今有一两分钟了 两三分钟的样子 然后突然呢 这个先知的 这个方言就通通断掉 就没有 那我就觉得很可惜 为什么呢 那个姐妹是受感要发言 但是她不敢 后来在聚会结束的时候 我就问这个姐妹 我说你当时 为什么会突然 捂着嘴巴 就开始哭泣 她说 我就感觉要一股能力 就到我的身上来 然后我感觉到嘴巴上 好像突然有好多的话 要说出来 然后我就跟神说 我现在不能说话 这是在聚会当中 要安静 而结果呢 他就一直哭 一直哭 那圣灵的感动 就越来越强 他就拼命按着嘴巴 就跟上帝说 我绝对不能说 我一定不能说 因为这个叫什么 扰乱的聚会 而结果呢 他捂着嘴巴 好几分钟呢 结果圣灵就突然 叫这个先知 就停止在发方言 为什么呢 因为就在这里 这个他说 第二十八节 说什么 若没有人翻 就当在会中闭口 只对自己和神说 就是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当聚会完了以后 问这个姐妹 我的嘴巴哭的 她就说 我当时感觉到 好像一股火 烧到我嘴巴上 好像那个嘴巴 突然充满了很多的话 要冲出来 然后我就 我的嘴巴 一直跟神说 现在不能讲话 现在是聚会的时间 要安静 结果呢 我就是好可惜啊 我说神要借着 你要跟教会说话 他说我不懂啊 我怎么敢 随便在聚会中 随便自己说话 所以说呢 这个真理也使我们 都可以自由 所以说 当这个情形发生的时候 就是因为这个姐妹 对这个说方言 跟翻方言的这个词 他不了解 那个翻方言的时候呢 是要对整个教会说了 所以说这里面 分成对教会说的方言 和对自己跟神说的方言 是两种不同的层次 要是对教会说的方言 就需要翻出来 那么有一次呢 我在参加一个聚会 到了聚会的时候呢 已经快结束 因为我们开车的距离 非常遥远 等到进去以后呢 我就坐在最后一排 因为聚会里面充满了人 是一个很 非常好的一个特别聚会 到最后呢 就看到有一个弟兄呢 我这是在加拿大教会 就开始站起来 用方言发言 发言发到最后 快完的时候 神就把那个翻方言的话 一下就放到我这边来 就感到突然的 头脑的悟性 你们就知道 要说什么话 等到这个弟兄 一说完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 用英文就把它翻出来 翻出来 他整个所讲的方言 那么这个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在聚会当中 对教会所说的方言 是应该要翻出来的 如果没有翻出来的 就当闭嘴 就当闭嘴 所以呢 那是要大家一起 祷告的时候呢 可不可以大家一起 说方言 当然也可以 因为这个圣经里面 在这个 这个33节里面说 这个39节 39节说 弟兄你们 你们要做 欠不做 先去讲到 也不要禁止说方言 所以说看这个方言 是怎么样说法 那么这个 在教会 若是一般的教会里面 他们对方言不了解 怎么说呢 那就不需要大声的说 只有自己对神 这个说就好了 不需要吵到别人 因为有人不了解 他不太接受这个方言 因为他觉得听不懂 所以方言本来 就不是叫你听得懂 是自己跟神说的 那么要对教会说的话 是需要翻译出来 所以这个方言 很多人的这个教会 因为因为我听不懂 所以就不叫你说 本来就不是让你听懂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讲述各样的奥秘 这个奥秘 就不是让人家都知道的事情 比如说一个弟兄 或是一个姐妹 他在利用方言祷告的时候 可能他心里面 有一些很沉重的事情 正在在灵里面向神诉说 上帝不一定叫你都懂 他在诉说些什么 这个姐妹 或是这个弟兄 因为不干我们的事情 这是他跟上帝的谜秘 不需要你跟我去懂 所以说呢 你看 所以说是这个时候 我们不懂不懂 就不要讲 这是错误的 因为什么 因为他是造就我们 就是把我们建立起来 很多时候 在说方言的时候 什么样的 我们心里面 就重新得力 而且在说方言的时候 很多时候 祷告的事情 神就向我们启示 当悟性祷告里面也有 但是有的时候悟性祷告 未必都能按照神的指引 反而会造成更多的问题 比如说 一个母亲 她的孩子 谈恋爱 那么这个母亲 却不喜欢这个孩子的对象 所以就在神面前说 主啊 你不要他们两个在一起 那么这是这个母亲的想法 那我不是说母亲这样做 这个当母亲们是 可能父母亲是比较长辈 他们经历的事情比较多 但是怎么样呢 这个孩子 谈恋爱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我们做父母 可以比如说做一个辅导 做个辅导 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呢 因为父母太强力地介入 以至于造成了 一些不可毁坏的一些 这个后果 甚至有人呢 就是为情了 就是甚至于自杀了 或是进入了非常严重的沮丧症 就没有办法出来 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上帝也是给我们自由意志 那么所以说呢 有时候我们不听神的话 我们自己要学一些功课 同样的一个人生 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功课要学 那么有时候 这个祷告出来的时候呢 不是出于神的旨意 也许是出于仁义 就常常呢 就会造成了仁义的介入 那么仁义要是跟神的意识 合在一起 是走了一个方向 那还对 要是人的意识 跟上帝的旨意合在一起 这个对不到一起的时候呢 那就变成什么样 这个是凭着自己的血气 就往前走 那么所以说呢 你看了 有一天呢 有一个姐妹呢 就碰了一个弟兄 那这个弟兄呢 他这个因为动过这个脊椎手术 所以他这个下肢不良一行 说他自己是做仁义 但是怎么样呢 这个神就很清楚地告诉这个姐妹 说我要你嫁给他 我要你嫁给他 所以这个姐妹就觉得 怎么会听错了吧 你说叫我嫁给一个做仁义的先生 叫我一辈子来服侍他 那么这个不好啊 但是呢 他在祷告 在寻求神的意思的时候呢 神就越来越清楚地告诉他 而且给他神的话 说这个就是你以后未来的先生 所以说你看 你说按照人的旨意的话 当然你说 这个弟兄啊 这个做仁义不良一行 我这个女儿就绝对不肯占卫他 但是怎么样呢 因为这个姐妹的顺服呢 后来呢 他就真的跟这个弟兄在一起结婚 而且怎么样 婚姻非常的美满 婚姻非常的美满 而且呢 这个弟兄也因为这个姐妹的原因 就信主 就信主 然后呢 这个一起在一起的这个工作 一起的这个 所以说呢 你看有很多很美好的见证 就从这个婚姻里面就带出来了 而且这个姐妹也说 当时他跟他这个弟兄结婚 也的确是受了一些的 好像怎么样的 辛苦吧 就是要学习照顾他 后来等他学习 尾声下来顺服的时候呢 结果呢 他就发觉这个 这个照顾他先生 也并不是那么困难 而且呢 而且他跟他先生两个感情非常的好 当时其中还有别的男孩子 在追求 追求这个女孩子 但是后来呢 他也看见 如果说他跟另外一个男孩子 结婚 结果那男孩子是那样的 并不是真正很理想的男孩子 在外面出了很多的状况 所以说你看 这个方言祷告在里面是什么呢 我们是要求神的旨意 而不是求人的旨意 所以说呢 这个 那么在这里面又讲到事情了 说先知的灵源是顺服先知的 是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 还是叫人安静 那么这个 所以说先知讲到 要中文学道理是什么 是一个一个的来 一个一个的来 那这是对教会所说的 那么对方言来讲呢 说什么样的 要在教会里面是要翻出来的 但是在什么样的 在这个 对 对 个人对神说的时候 是可以不用翻出来的 因为那是个人对自己对神说 所以说怎么样呢 宝洛说什么 他能说万人的方言 万人的方言 并天使的言语 并天使的言语 所以说呢 这个方言的里面 本身有很多的变化 有很多的变化 那么所以这个 很多弟兄姊妹一开始说方言 很多时候多半是从单音开始 单音开始 那有的人讲话方言出来的时候 这个有一次我在这个聚会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姊妹就听我说 他说你是韩国人吗 我说我不是韩国人 我说我是中国人 我是在台湾来的 那么这个我是台湾人 后来呢 他们就说这个 他说我怎么听你讲韩文呢 我说我不会讲韩文 然后其中一个姐妹 他说我明明懂韩文 我听你讲的是韩文 所以说有的时候 讲这个方言会讲出别国的言语 别国的言语 那么在使徒行政第二章 我们看一下是有什么 像事情发生的 使徒行政第二章 他们也是讲出各国的言语 各国的言语 那么所以说呢 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呢 这个在那时候 讲的听他说什么样 用家乡来谈 所以第十一节 格里达和 格里迪和亚拉伯人 都听见他们 用我们的乡谈 讲说神的大作用 所以说在这个方言里面 还可以讲出各人的乡谈 那乡谈就是你的乡音 乡音 比如说在台湾 有什么闽南语 福建话 台湾话 这个都是 这个看你从哪里来 从福建来就是叫福建话 叫闽南的 那么 那么还有呢 什么朝周话 还有什么客家话 还有客家话 那是个人的乡谈 那么所以说呢 有时候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会讲出个人的乡谈 最主要是什么 建议说 说神的大作为 说神的大作为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在方言的里面呢 你可以问一下 一并祷告 你可以为人家这个 这个处理很多的方面 你在祷告的时候 神都会 亲自向你来显现 所以说呢 我们要注意到 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在教会也不要禁止说方言 但是呢 你在聚会的时候 若没有翻方言的话呢 你就是自己跟神说就好了 不需要讲得很大声 吵到了别人 那么这个 尤其是在教会里面 他们不了解方景的重要性的时候呢 我们特别不需要在那里 更多的宣言 是这个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 方言呢 是的确对 造就我们 建立我们自己 还有建立 祷告 为很多的事情 为国家 为民族 为其他人祷告 为家庭祷告 为自己的事业和健康祷告 都是非常好 所以说呢 这个方言里面 本身就是一个奥秘 这是神给我们 最好的一个祷告的方式 所以说呢 今天呢 我就在这里呢 跟大家讲说呢 方言 那么也愿神祝福大家 好 我们下个礼拜见 很好的周末 好 谢谢我们的吴牧师 告诉我们说 这个方言的 在圣灵的运作当中 还有圣灵当中 是多么重要一件事情 好的 感谢神 那我们再听一首诗歌之后呢 我们就结束 今天的主日